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第三会 道立天工会 谈到的十柱法门 十柱法门有发心柱 乃至于到最后灌顶柱 这十种柱处 是菩萨修行的三弦十地法门的第一个阶段 就是发了菩提心之后呢 你的修行乃至于你的整个在目标是成佛的这一条路 已经确定了 因此呢 到了这个阶段 第六个跟第七个阶段 叫做正心柱以及道 最重要的叫做不退 那这个内容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阶段 菩萨应该要学什么 怎样才叫做正心柱 所以第六个叫 佛子云合为菩萨正心柱 那有十种状态呢 他这个都能够 都能够修到心定不动 听古文十种状态 心都能够按住不动 如如不动 那就叫做正心柱 那十种状态呢 第一个 有人称赞佛 很多人说 哎呀 佛法很好啊 修这个有多多的感应 或者是有多好 自从学佛之后 名利双收 对不对 然后呢 青春美丽 听一听啊 比如说 哎 奇怪为什么别人 学佛都这么好 我怎么学半天 奇怪怎么一点感应都没有 那心就会不能够安住 那 哎 或者是呢 有人排斥佛法 明明佛法这么好 可是为什么这家里面的人这么排斥 而且呢 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 好像跟你一定哦 就是为了这个宗教 有很多的批评 所以呢 赞佛 毁佛 于佛法中还是知道 你到底为什么学 如果我们是为了他人 可能因此心就动摇了 所以他在讲说 如果这个阶段呢 我们真正的是发菩提心 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学习佛法 你学习佛法的目标是什么 那很清楚的时候呢 就不会被这一些境界所动摇 好 闻赞法 毁法 闻赞菩萨 毁菩萨 不管你听闻什么样子的情况 是称赞你的好 也 或者是毁报你的好 通常呢 是会受到这个境界的影响 让自己患得患失 那很多人说 哎呀 你看 你学佛的人就是好 我们听到呢 就心里面就很高兴啊 很得意 那如果 这个有人在毁谤批评佛法 我们心里面就会很不舒服 那这时候呢 我们怎么样能够修到 如如不动 那就必须要能够 怎样 真正的回到前面 这个第六正心柱之前 还有五个阶段 从一开始 叫发菩提心 常常清净三宝 然后接着呢 在修行的过程 布施持戒忍辱 精进 禅定般若 等等的修行 累积到现在呢 功力已经非常的深厚 所以呢 不管你遇到什么境界 都能够对于佛法 都可以心定不动 那战菩萨毁菩萨 或者是众生 异度难度 统统都一样 就是让这一个 不管什么境界 你都能够很清楚知道 你自己的心里面 真实的 这个心理状态 所以以前有一个 这个大美法常禅师 这法常禅师呢 他相貌庄严 头脑聪明 在二十岁的时候呢 就去马祖道一禅师 那个地方学习 马祖大师啊 是一个很厉害的法师 看到谁就会知道 讲什么话 给他什么法 他可以很快就得到受用 那结果这个 这个法常禅师呢 来了 就问 马祖说 如何是佛 什么实在是佛 我要怎么学 所以我们常常会问 什么叫做佛法 我到底要从何而学 那通常我们会说 你想求什么 有的人说 我想要有一个 聪明可爱的孩子 那你就念什么 那我想要学业进步 那你就念什么经 那我想要怎样 这个 好好的 能够把我的 这一生的恶业 通通消除 那你就念什么经 所以一般我们的教学 就是要对症下药 看你有什么病 那我们就给什么药 这佛法里面 它是非常实用的 那结果呢 这个大梅啊 他就说 我只想要求佛 所以我要问 什么是佛 如果我知道什么是佛 我就知道要怎么去嘛 如果我都不知道什么是佛 那我念佛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念佛 要知道什么是佛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什么 不是一个口头禅 所以在这里面呢 这个马祖大师啊 马上就告诉他 什么是佛 即心即佛 你的心就是佛 他一听呢 就大测大悟 我们常常听 即心即佛 听完还是 原来我这个心就是佛 我知道而已 跟实际上呢 这个法常禅师 他听到的这种感受 完全是两码之士 因为我们的心有两种 一种是真实心 一种是妄想心 我们却常常呢 去相信自己的妄想心 所以当他是 即心即佛的时候 我们却又落入 另外一种执着 执着自己的妄想心是佛 那所以常常会 痴心妄想 以为自己是佛 然后就变成什么 我慢 或者是变成一种法直 那这个法常呢 他知道了 原来即心即佛 接下来 他就去住在大梅山 这个山 都是产梅子 那大梅山 住久了 大家都叫他 那个大梅山的那位 法常禅师 所以他叫大梅法常 那有一天呢 有一个修行人 到了山上 迷路了 迷路的时候呢 这走走走走走 就刚好呢 有一个姻缘 就走到了这个大梅山 在静修的地方 那就跟他谈啊 发现这个师父啊 很有修为 那讲话很简单 但是呢 都直接就直指人心 他就问说 哎呀 请问大师啊 您是在哪里修行的 他说 我是在马祖座下 能够得到一句的开示 而找到一个入处 他说 哦 那你这是不简单 那请问你住在这里多久了 他说呢 只见四山 这四面的这个山 黄又黄 就是已经怎样 就是 春夏秋冬变化了 变黄了之后 又在春夏秋冬 又变黄 就是不知道住多久了 他说 那我接下来 我要出这个山 要怎么走呢 离开这个山 我要怎么走 所以很多 这种蚕食的对话 它是有一语双关 他说这个路啊 我们会迷 是因为不知道方向 那如果我今天知道方向 我一定不会 再继续迷失在其中 所以他就问说 我如何出此山 如何离开这样子的迷的境界 那法常呢 就跟他讲说 随流去 就是顺着流走 随流去 那我们一般呢 都说 要出流 是不是 要入流 要随流 那敢流行 是不是 所以这个流呢 有什么 入生死之流 有出生死之流 所以呢 就要看 你要随哪一流 随哪一派 随流去 你就可以离开山 然后结果呢 这个 这个残者呢 回去 就告诉啊 报告这个 当地的地方官 他说你们这个 大梅山里面呢 有一个非常修行的 高僧的 高人 那 如果呢 你能够请他出来 那你们这一个寺庙 乃至于当地的这个 这个 这一个地方 就会 因为有名人 而变得名正四方 所以他就跟官府呢 建议 推荐 要请他出来做官 这个人太厉害了 那一般呢 请那个法师出来做官 真的是不太适合 对不对 法师修行 修得好好的 就叫人家出来 管这个世间事 但是 这个 一般 过去的人 对于这种修行人 有一种崇高 他知道呢 有种崇敬感 他知道这个出家师傅 有智慧 他在看待这个 世间事的时候 会有另外一种方式 来处理 所以这个县官呢 就很想要请 这个师傅啊 来他家 甚至于成为 他的国师啊 顾问啊 类似像这样子 他就写了一封信 去 他就没有回音 又写了一封 要请人去 结果呢 这个 大美禅师啊 这个 没有多久呢 就跑掉了 就不要住在那里 就跑掉了 留下一首诗 那留下一首诗呢 他讲 他说我的这个修行 就像是什么 就像这个 枯木一样 我的心啊 已经是像枯木一样 所以他这首诗叫 摧残枯木 所以是饱受摧残的枯木 以寒癌 就靠在这个寒冷的臂癌边 他说我的心就像摧残枯木 以寒癌 几度逢春 不变心 即使呢 春天来 一次 两次 三次 他怎么样啊 这个春天啊 都是百花齐放 这枯木逢春 对不对 他说我这个枯木呢 是绝对不会再改变我的心意 几度逢春 不变心 所以我已经非常坚定 我就是要这样子修行 不问世事的修行 那像我这一等的枯木 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 为什么 因为呢 侨夫啊 看到我 都不会想要把我拿出来 做良才的 是不是 他说 侨客欲知 由不顾 所以侨夫碰到我 都不会看我一眼 那你何必呢 要把我当成是一个国家栋梁呢 是不是 所以第四句说 这个引人 引人拿得苦追寻 引人就是古时候 这个春秋战国时候呢 称这个楚国人 都叫做引人 引人 那引人这个楚国人呢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功法 就是对于这个刀斧的使用呢 这是技术非常高 非常高段 那这个 有一个故事 就是我们这个庄子 他有一次 他经过他的好朋友 好朋友的这个坟墓 他好朋友就是那个会师 他常常跟这个会师 两个人在那边斗法 看谁比较厉害 那有很多快智人口的故事 有一天呢 他的这个朋友已经过往了 所以他去调念他 经过他的这个朋友的坟墓啊 他就跟他的弟子 就讲说 你有没有听过 有引人的这个刀斧的技术 非常的高超 那你有没有听过 这么有一个这么的 这样子的工匠 在出国 有一个工匠 他的这种刀斧的技术呢 厉害到哪里呢 厉害到呢 他的朋友 这个鼻端上面 沾了一点点像 苍蝇的那个 苍蝇的那个什么 翅膀一样的 薄薄的一点点的白灰 就是在鼻头上 那他这个朋友呢 就跟这个 这个 刀匠这个人啊 就跟他讲说 你可不可以用你的斧头 帮我把这个白灰 把它砍掉 这样 那结果呢 这个 这引人说 没问题 所以就把那个 这个斧头呢 拿起来一挥 果然呢 这个白灰呢 就被砍掉了 但是鼻头丝毫无损 你看这个技术多厉害 对不对 结果呢 哎呀 这件事情呢 就传到这个 宋王的 听 就是宋王的耳中啊 他说 哇 有这么厉害的人 赶快赶快 去请这个大师来表演 是不是 这个斧头一砍 你的鼻子还能够保住吗 这是 不可能保住 竟然有这么厉害的人 所以呢 就要赶快请这个大师 这工匠 去入工 去表演 结果这工匠就拒绝了 他就跟他说 为什么呢 虽然我的技术还在 保刀未老 可是我那朋友 已经再见了 所以我那个朋友 已经不在了 没有人 敢在 站在我的面前 我这样子 磨刀祸祸 是不是 这样挥我的刀斧 世界上再也没有人 像我的朋友这样 可以如如不动 是不是 所以呢 厉害的人 他还要有对手啊 是不是 要不然 他在那边 屁屁刀 我再怎么厉害 我的那个 他的鼻子 动来动去 我没办法 是不是 他一定是要 如如不动 的功夫 我才能够 真正的 发挥 我的这个 刀斧的技术 好 那这庄子呢 就讲这件事情 他说呢 我就像那个 引人啊 哎呀 再怎么厉害 我的那一位 会师兄 现在躺在这边 我再也不能 发挥我的 绝佳的 你看他最会的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辩论 对不对 他常常都很喜欢 跟会师两个人 在那边 讨论 非常高深的道理 他说 可敬的对手 已经死了 那从这个 从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就知道 是引人善于 使用刀斧 是非常有名的 那 哎 他说 这个大梅禅师呢 在他的诗里面 就讲说呢 一般的侨夫 看到我这等的朽木 都看 都不会看一眼 那你这个工匠啊 这么厉害的工匠 你就别在 别在这个什么 别在这苦苦追寻的 这不需要苦苦追寻 所以他就 婉拒了 当地呢 要做官的 就是请他去做官的 这个人 那他就又再继续讲啊 他说 我现在住在山上 住得很好 一池荷叶 依无树 是不是 我的穿 没有问题啊 荷叶呢 就穿在身上 我的衣服 多得不得了 那满树松花 时有余 吃什么 我也不用担心啊 是不是 那个满树的松叶啊 乃至于他结的这个花 还有松子 吃都吃不完 是不是 刚被世人知住处 又以茅舍 入身居 所以我说 被人家一发现 我住在哪里呢 我就呢 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赶快再落跑了 就是我的 把我的小茅棚 再继续往更深 深山处 再继续移居 你就别再来找我了 就别再来找我 所以这个法长呢 他就是 住在大梅山中 就有这样子的名号 大家都知道 他不出来的 不出山 可是过了几年之后呢 这个马祖啊 就想说 听说我这个徒弟啊 在这个山里面修得不错 就找人去考他 就去找他 找到这个法长的时候呢 他说 师兄啊 马大师啊 想要问问你 你以前啊 到底是在马大师的开示里面 悟到什么 而得到了你这个修行的入处呢 他说 我听到马大师说 吉星吉佛 哎呀 糟糕 最近马大师又改口了 他现在呢 改说 非星非佛了 你怎么说 是不是 他已经 你看 人总是一直不断进步嘛 进步之后呢 他会修正他以前的说法 是不是 以前是吉星吉佛 最近呢 他有一个新招 叫做 废星非佛 结果 法长的一听 他说 这个狂汉 他就骂那个马大师 哎呀 常常就是在那边 迷惑众生 一下子说什么 非星非佛 一下子说什么 吉星吉佛 我管他非星佛 非佛 吉星吉佛 我只管我的 吉星吉佛 是不是 我不要改了 你不要在那边 就是在传什么话 结果呢 他就 就这样子讲 回去呢 听到这个 法长这样回答 马大师呢 就说 嗯 很好 梅子熟了 就是这个 大梅法长禅师 梅子熟了 就是 他的见 见解 见地 已经非常肯定 他不会再受任何的 任何流言蜚语 大家很多人 会敢流行 最近 听说 流行气功 就跑去 练气功 最近流行 太极 又跑去练太极 最近谁在 这个 提倡这个甩手 就去练这个功 那这个运动 都有流行 对不对 好 那还有什么 哦 那个 如果有一段时间呢 这个慢跑很流行 大家又跑去 慢跑 要骑脚踏车很流行 要跑去骑脚踏车 修行也会这样 对不对 最近在 休密 持咒 全部都跑去 休密持咒 然后呢 现在呢 又有什么 朝圣之旅 又跑去朝圣 然后这个 现在呢 又有人 就是说我们还是 打坐 南传的 这个内观 流行 就跟着赶流行 我们不用管 到底现在在流行什么 我们看 自己到底需要什么 如果我们不知道 自己需要什么 我们就 人家拉的 你就跟着去 那跟着去 刚开始都会觉得很好 哦 很新鲜 所有的法门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你的进步是最快的 因为从不会到会 好 可是任何一个法门 当要深入的时候 你就一样 如果步骤是对的 程序是对的 你到最后一定会 碰触到 这个自我的瓶颈 跟射线 那个不是那个法门的问题 那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我执 是不是 所有的法门 修到最后就是要破 我执 破法执 好 那破我执 破法执 要怎么破 大家的方便 善巧不同 那每一个人 在修解的过程 修学的过程当中 有人是由理解而入 这个解门 那有的人是由行持 而入行门 行门解门到最后呢 他都是会 解开我们的 这个纠结之处 那纠结之处呢 不外乎就是 对于自我的 这种执着 跟对一切法相的迷思 所以就是我执跟法治 所以呢 如果我们 不管是 怎么样修行 对于自己的 这种修炼的 心念 跟心态 没有正确的理解 你听到人家说什么 就人云亦云 好 那比较温寻的呢 就人云亦云 比较不温寻的呢 就是 人家说什么 你就要去跟人家斗一下 就要反对一下 质疑一下 永远都在辩论 是不是 所以呢 不管你是 人家怎么说 听到 有人说 众生很好度 有人说众生很难度 你都能够很清楚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叫做什么 正心住 你的心已经很清楚 很正 乃至于很安定 好 那这个阶段呢 就是 整个 为什么会有这十种 心态呢 他在这个 韩山大师的解释里面呢 他说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你为什么能够修到 如如不动 不是因为你很固执 是因为你的心当中呢 启发了般若智慧 成就了般若智慧 有智慧 所以你的心 非常清楚知道 不管现在世界潮流怎么变 你的心应该要安住在 怎样的心态 怎样的一个修行 所以呢 这是菩萨的 这种般若心 成熟的一种表象 他的佛法 对于修学的 这种确定的心呢 心定不动 所以这个是正心住 正心住到 下一个阶段呢 他还要再提升 他提升到哪里 提升到永不退转 所以现在 这个阶段的菩萨 还要再进学识法 这个进学识法 他说 我还要再进一步 修什么 一切法无相 一切法无体 一切法不可修 一切法无所有 一切法无真实 一切法空 一切法无性 一切法如幻 一切法如梦 一切法无分别 所以这个阶段的菩萨 那还要进一步 进修十种法 就是你已经很清楚 佛法 你也很有信心 你也肯定这条路 但是观念 还要再继续提升 为什么 因为呢 正心跟不退 还有一个阶段 所以为了下一个阶段到 永远菩提不退 你还要建立 非常清楚的观念 对于一切法的一种关系 一切法的关系 所以他在这边就讲说 劝学使法 就是要修 闻思修 闻思修 而让自己的心呢 能够得到无身法忍 正到无身法忍的境界 那无身法忍 什么叫做无身法 第一个叫做无身忍 无身 无身不生不灭 所以众生由众多的生灭所及 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一切法 都是生灭的 而不执着这一切的假法妄法 那就破了我执我相 是不是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所以无身忍 就指的是破除 这一切的生灭相 而弃物无身 所以第一个叫做破我执 第二个呢 无法忍 一切法的究竟实相 不生不灭 那也没有所谓的真实的法 所以无身忍 指无生忍 加无法忍 就是无我执 无法执 那弃物的真实之相 那你要修到这个阶段呢 要进入第七个 第七柱 第七柱叫做不退柱 那我们为了要修到这个境界呢 就要在观形上 闻思修 观一切法 如梦幻泡影 观一切法 如梦幻泡影 所以这个阶段呢 就是菩萨还要继续 劝修这十法 那如何观 修一切法 无法可修 观一切众生 无众生可度 那也至于呢 观一切法 无真实 观一切法 如梦如幻 如泡如影 那这个在现世生活中 最好修 为什么 因为你每天就看到 各式各样的法 然后看到各种人 承诺了而不实现 你就啊 如梦幻泡影 他常常说 约好了 结果他又变卦了 哎呀 真的如梦幻泡影 所以感情 一万都没算 结果呢 这个一为了什么事情 就翻脸不认人 所以如梦幻泡影 人有生老病死 真的如梦幻泡影 所以世间 有各种不同的变化 乃至于 昨天有一个局势 他说 师父 我这是 每天晚上都在研究股票 我说 哇 你有兴趣吗 他说 对 我已经研究了20年 那研究20年 你有什么心得 他说 如梦幻泡影 是不是 那你看 你的心呢 就知道 其实这些都是 各种不同的什么 每一个不同的这种 经济的变化呢 其实就是各个项 在变化 堆砌起来 好像有一个趋势 其实在这个趋势当中呢 还是 有一个不确定性在里面 那这个不确定性 其实是诸法的本质 就是随时都在变动 随时都在改变 所以 无常为常向 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观察呢 你就比较不会啊 执着在 不同的 这种 常的颠倒 当中 所以有的人是 执着 设身的 长相 永远都要青春美丽 这种梦想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爱要长命百岁 好像也是 讲讲而已 对不对 那你如果 真的呢 长命百岁 你可能又有其他的烦恼了 那再来还有什么 希望呢 这个感觉 永远都这么快乐 所以我们的祈求呢 都建立在长颠倒上 所以到最后就会发现 人生是苦 所以我们要观察一切法 无我 一切法 如梦 那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跳脱出 这一些错误的认知 而真正得到自在 所以 这个是进修始法 那进修始法呢 就可以到下一个阶段 叫做不退转 不退转在哪里 就是第七柱 叫做不退柱 所以这是 这个正心柱的 一个修行的功课 好 修行的功课呢 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要配合 第九会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的这个参访 那善才童子 在参访的过程中 文书菩萨 就告诉善才童子 他说你 你如果想要成就一切志 一定要求善之事 一定要祈求 在善之事的身上学习 那学习善之事呢 一定要有这四个心态 第一个 爱不生 对不对 就是好学不倦 有些人说 哎呀 我这个学习 这个长久学习 听了就觉得 好像有一点点疲劳感 是不是 一天学 两天学 三天学 短期还可以 叫我生生世世 都一直学 那你不累吗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一般呢 停止学习 都是离开学校之后 再也不用学了 那就停止 但是我们进入佛门 就会发现 法门无量 试院学 每天其实都有很多的 很多种功课 可以让我们学习 尤其是各种不同的人 那不同的人当中 你要学什么 如果你身边的人 都没有进步 你要跟他学什么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就要求 真正可以利益 帮助我们 提升我们的善知识 所以求善知识的 物生皮屑 所以 有的人说 要常常要 能够选择好的朋友 孔子就讲 要选择好的朋友 而不要选择 不良的朋友 那 这个有直 有量 有多文 有没有 义者三有 所以第一个 他是很正直的 你做错 他会跟你讲 那 好朋友通常都不可以讲 对不对 你讲 讲我的缺点 你就不是我的好朋友了 那这样表示呢 你正在选择 你只是选择 舒服的朋友 并不是选择好朋友 好 那 他能够指出你的缺点 有直 他很正直 有量 他是很诚实 而且有包容心 他不会呢 跟你虚于尾时 基于某一种目的 大家呢 都是粉饰太平 因为他可能想要跟你做生意 可能保持一个好的关系 那这些呢 就表示呢 他的心 不诚 不诚恳 那也没有包容心 那至少呢 还要有第三个 叫做有多文 他懂很多 而且懂很多呢 你看到 他不是只懂他会的 有些人就是 他讲也会讨 对不对 就是每次都只有讲那一套 那我们就 大家就要听他讲 第108遍 下一次再讲 还是一样 就是他没有进步 那多文的人呢 他一定会一直不断的 在进步 但是这个多文呢 并不是他每天都有看电视 然后把电视里面的 讲过来给你们听 是不是 那就不叫多文 他没有消化 所以多文要怎样 多文讯息 要文思修 他是有真正的有进步 那人是会改变的 以前我们 就是前几天 我们有个居士 他本来是无神论 这个无神论是什么 因为他相信科学 他觉得人 不要每天真正拜佛 结果他是嘴巴 这样子讲 但是他直接就批评到他太太 因为他太太每天都拜佛 那开一个安养中心 在家里面呢 就整理得非常好 很认真 他太太也很娴熟 每天拜佛 但是呢 他一定会把家里面照顾得很好 所以他也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然后他太太每天呢 都会听这个正言上人开始 早上四点半开始 然后他就放 故意放很大声 所以呢 他每天耳濡目染 他都说他没在听 可是其实他 有在听 对不对 因为他就是 听着那个 早课的声音 醒过来 这样 也就习惯了 那虽然是如此 他还是很坚持 他是无神论 他认为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他太太每次呢 都跑道场 跑久了 他也要怎样 嫁鸡随鸡 对不对 偶尔呢 就会有师父啊 跟他有一点接触 那他人的心很好 那但是呢 就不愿意去修行 那后来 这个因为他的夫人 在每一次我们法会的时候 都会来发心 用他们的那个 养护中心的名义 捐很多的蜜 每年的那个须弥山 都是一千斤的米 都他们在支付 那付了这个须弥山的米 后来呢 这个拜完了之后 其实也就带回去 他们自己的养护中心 可以使用 或者是救济 这个贫苦人家 那他就做了四年 那因为他就发心的功德主啊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邀请他 一定要来参加这个活动 所以他一年呢 什么道场活动不参加 就一定会参加那个大猛山 他在大猛山施食 三个半小时 其实对他来讲 痛苦的不得了 那因为他又 我们都知道他都不学佛 他太太也很希望他学佛 所以呢 我们每年都趁这三个半小时 好好修理他 把他安排到第一排 他第一排他就跑不掉 对不对 他上一次说 我要在门口 我说不行 你一定要在第一排 因为呢 你就是带着那个米 是供养米啊 跟大众结缘 你一定要在第一排 他每次第一排 就这个都就是就很痛苦 就因为又要拜佛 又要念咒 没有一个是他喜欢的 那那 但是他就还是熬过去的 为了这个 没办法 就是被排在前面 那 第一年 不知道痛苦 第二年就知道了 对不对 可是没办法 就第三年呢 知道逃不掉 就自动报到 今年是第四年 第四年自己先跑来 为什么 因为他的家里面 有一个外劳 这个外劳呢 常常跟他说 老板 昨天晚上 他值夜班的 昨天晚上有很多以前 过往的那个阿公阿嬷 回来 不可能 不可能 那就想说 这个人应该有幻觉 看到幻觉 这些影子 又昨天 又在 又过一段时间 又说 又来了呢 就有一个循环 这样 他说 怎么 怎么有可能 他每一次呢 这个外劳说 他看到的时候呢 隔天那个 那个 他们安养中心的老人呢 就有这个高烧不退的 就有一些 身体上的状况 他就想 嗯 他一定要 来研究这件事情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他就把这个外劳找来 他说 你说你看到 你怎么证明 他说 我真的看到啊 是 有一些阿公阿嬷呢 都来找这里的阿公阿嬷聊天 他说 好 那你如果明天 你在值班的时候 又看到 你就把它记起来 是几点几分 做什么事情 好 我说 你为什么要记这个 我要证明啊 啊 你证明是怎样 你要看哦 他说 诶 我自有 自己的方法证明 我说 你是宝贝哦 他说 没有 我才不信这一套 他就是都不信 他说 我们有monitor 是不是 有那个 有那个 那个录影机啊 他就叫这个外劳 把它记起来 诶 果然呢 就记 2点17分 有一个来找其中的一个阿嬷聊天 聊了十分钟 就记起来 三点半的时候呢 有另外一个 把其中的一个阿公叫起床 什么都没做 就一直叫他起床 这样 诶 他就 他就列举 列举之后 他就去调那个监视器 诶 果然看到下午 诶 晚上 2点17分 诶 真的有 其中有一个阿嬷呢 就起床 然后就坐在床边 好像在跟床边的人讲话 我们一般通常都说 在喊名 有没有 梦游啊 他在这边 诶 可是刚好真的 时间准准的 就是十分钟 然后到三点半的时候 真的有一个阿公 一直起床 然后睡回去 又被叫起来 睡回去 又被叫起来 诶 他就 从这件事情 他就证实 诶 这外劳没有乱讲话 开始知道会害怕 怎么办 怎么办 真的有 真的有 那赶快就 刚好我们要法会 就跑来 就问 那也 通常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有 都说我朋友 我朋友加油 这个 师傅你怎么处理 这样 那法师呢 很有经验 马上就说 拧刀 是你家 对不对 不好意思 怎么办 是不是要贴什么符 要干什么 都不是 是不是 那我们刚好 你看 你每年都捐一千金米 就是要来板得 就是要请大家吃 那你怎么那么傻 你不会借力使力 但是你根本没办法处理他们 你赶快邀请他们 来参加这个法会 是不是 你就好好的 很诚恳的邀请 他们会来 是不是 来了 佛菩萨就有办法了 你就交给他们 但是你不要想说 我要把你们赶走 不是 你要很诚恳的邀请他们 那结果他就照办 我们四点法会 他两点就在他家门口 还知道去摘了一个什么 芙蓉这样 就在那边 像那个 电视看 看多了 就自己会在那边比 就一直讲 请到美树东八街 美树东八街 讲了一百多遍 一直叫 叫大家记得 古山区 美树东八街八号 美树东八街八号 原道禅院 就在那边介绍介绍 念了 从门口念到里面 里面 他那个 那个养护中心很大 每一个位置都去走 人家说 这个老板今天怎么回事 都念念有词这样 在进行某一种仪式 然后他就念了一百多遍 然后就跑来参加法会 他参加法会的 就因为这一次跟 以往不一样 以前都自己来参加 这一次他知道带很多人 所以他就很认真 刚好旁边来了一个大老板 跟他的四年前一样第一次 所以他突然变成大师兄了 他站起来 他就在旁边 刚刚会 刚刚拜佛的 就是起来的时候 海青会踩前面 踩后面 差点会跌倒 他就会跟他说 这里要拿客颂本 这里要放涨 这里要怎样 然后他们就拜下去 在起来的时候很好笑 他就跟他讲一句 还很久 他就会跟他说 好像很知道的样子 反正就参加完了 参加完之后呢 他就回去 回去当然就是要找他外劳 是不是 就问 现在怎么样 还有没有那个 来 外劳说 剩下一个 哎哟 真的有效 有两个呢 是 很老很老很老的 老邻居 偶尔会来 但是他不属于我们这里的 还有一个呢 很凶 不要走 是不是 那个是 他说他是顾这里的 说不要走这样 其他的都没有了 都没再来了 老板 你怎么那么厉害 这样 他说 三人自有妙计 他本来呢 都不信的 竟然呢 这个慢慢慢慢的去学习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他开始觉得 这个佛法 好像有一点点笑 因为他都看不到嘛 他就不相信 也不觉得 这佛法跟他 有什么关系 他过得好就好了 而且他都没有害人 是不是 一般人就是这样 我又没有害人 养不愧于天 福不坐于地 所以我为什么要去 去信那个 那是迷信 是不是 但是呢 他遇到这个 他不能处理的时候呢 他开始发现 佛法好像也有 某一些他做不到的 可以帮忙 可以帮忙做 所以他就很高兴 参加完访会之后 就一直要请 我们所有的法师 去他的那个养护中心 热忱邀请 我后来才知道 为什么 因为他没讲嘛 原来还有一个 还没走嘛 对不对 他就想说 多一点人去踩一踩 会不会好一点 是不是 原来如此 我们后来恍然大悟 我们也是傻傻的 以为人家要来摘一身 多开心 结果呢 不是 他说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请师父 你从前院 帮我们踩到后院 我说 哇 我们还有这种功能 我们只有学习佛法的功能 我们没有降魔除妖的功能 这个只有 就是 就是引导一切众生 来学习佛法 那学习佛法 这个叫做什么 就是对善知识 你有了这个善知识的一个观念 学习 你才会改变原来的狭隘 跟原来的错误的知见 所以呢 对于善知识的这个教诲呢 应该要随顺 是不是随顺 所以这个叫依教奉行 那我们在佛法当中 最难的其实是依教奉行 我们都是依我而行 对不对 率性 自己喜欢的 你就会相应 我就选择自己相应的法门 那如果遇到呢 这看起来 佛教为什么要拜佛呢 拜佛要干什么呢 你就可能就没有要依教奉行 那如果这个教法没有用 为什么还会有礼敬诸佛的这种修持 就是佛陀所设的这个修法 他不会只是随着 哎呀 他就是喜欢看大家在那边拜我 我太好了 我是最厉害的 所以叫大家礼敬诸佛 一定不是这样子 所以呢 佛陀教的方法一定是在 在处理我们的某一些毛病 突破我们的某一些射线 但是我们却因为自我的我执 所以对有一些法门 你相应你就会觉得很有道理 这个人讲的很有道理 你就会听 那个人讲的好像不怎么样 你就会觉得 那我就停止 不会再跟他亲近 所以呢 文书菩萨说 你碰到这些善知识哦 有的看起来比你还要糟 有的看起来还不错 不管是什么 你看到既然是学 你就用一种谦卑的心 去广学一件善知识的 所有的法门 等到学到最后 你才会知道 他到底为什么 你会在这一生当中 会碰到这个人 碰到每一个人 每一段姻缘 都有他的意义 只是这个意义 我们通常都要等走过了 才会知道说 我在这里面学到什么 可是我们却常常呢 因为自己的傲慢 而不知道如何学 所以会内心有一种抗拒 到最后只是措施良机 所以这边呢 是文书菩萨 叫善才童子 你要有这四种心态 那接下来呢 他就要开始参访 下一位 下一位 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 我们就来看 他要参访的这一位 叫做海床比丘 来我们看这个 第七册 第七册 一百五十二页 这前一位 前一位 善之士呢 上个礼拜 谈到是解脱 长者 解脱长者 他介绍完 他的法门之后 他跟这个 善才童子说 他说你继续往南走 到严福提边 有一个国土 这叫摩利切罗国 有一个比丘 叫做海床比丘 去找他学习 问他如何学菩萨行 修菩萨道 那所以上才童子呢 他就依据这个 海床比丘 就是这个 解脱长者讲的 这个海床比丘的方向 就继续往前走 在这个行走的过程中呢 他就一直在意念 解脱长者 所教导他的 这个善之士的教诲 那往南走 下一个会碰到 海床比丘 在摩利切罗国 这个海床比丘 他谈到的 这个内容 有这 可以分成这五个段落 第一个 就是 善之士 他在彼此介绍的过程当中呢 除了讲他自己的修行法门 他还会再推荐 下一位 那我们在这个过渡的中间呢 不是前一位好 或后一位不好 后一位比较好 比前一位好 不是这样 就是每一个阶段的学习 都有他独特的意义 所以一开始呢 善才童子在求法的过程当中呢 他不会一直在那边 在那边猜说 等一下我碰到海床比丘 应该会怎么样 听说他更厉害 他不会 他把这个念头呢 放在他意念 前一位善之士的教会 所以他这边 第一段就会 念前友 依教去求 依据前面的教导 然后一路难行 一路难行 第二个呢 见到了之后 就会有什么 叫渐进滋问 渐进滋问包括两个 第一个就是 见到了善之士 要怎么去理尽善之士 叫渐进 第二个呢 就是要怎么去询问 要问 你要能够会问 才会问到 这个人他真正的厉害之处 你如果问这个修禅的 念佛当然也可以 那但是如果刚好 问到他最擅长的禅修 他就会有更独到的见解 所以要问在正确的方向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问问题本身呢 是要有准备的 所以这个前一阵子 遇到一位 这个在中国大陆呢 在掌管这个慈善的基金会的 一位董事长 那他呢 知道我们台湾 在这个做慈善的这个团体里面 做的最有声有色 就是慈祭 那他刚好呢 就有一个姻缘 可以来台湾参访 建慈祭的上人 结果呢 他为了要见这个上人 他把上人所有的著作 全部看完 用两天的时间 看很快 是不是 赶快看 赶快看 那要有所准备啊 那有些人 要去见 就去见了 去见 跟你有准备的去见 短短的20分钟的见面 你会得到什么 是不是 你要跟这个有名的人士 见面20分钟 20分钟里面 如果我们只是 喝茶 然后尴尬 寒暄 你从哪里来呀 然后你现在在做什么啦 讲完20分钟时间就到了 所以你就最后呢 很多时候我们会错过 很厉害的这种教导 主要原因就是 我们没有准备 最后你只有得到一个东西 叫做一张照片 是不是 因为彼此在互动的过程中 我们并没有准备的时候 你不知道要说什么 你也不知道要谈什么 还要重新熟悉起 所以呢 要问啦 要自问 要真正的从 这个修行的法门 他的独到的要领当中 能够深入 窃题 而且还能够 找到我们学习的重点 这叫自问 所以渐进还要自问 这里面呢 就有很多的学问 好 那再来呢 通常这个善志士 他会不令指导 他不会在那边客气说 没有啦 我什么都不懂 人家千里迢迢来了 他一定会讲 但是讲完呢 他也不会说 我就是最厉害的 他还会再建 再推荐 下一位 下一位 他觉得很不错的 你应该也可以跟他学习的 所以第三个叫做千极推胜 我就是懂这个 我已经全盘的 合盘 拖出 全部都讲了 好 那你能学 我们很高兴 但是你不能 因此就得少为主 你还要进一步 再继续学 好 所以这个就是 真正善志士的特质 他也不会假谦虚 但是也不会呢 自我 自得意满 他也不会呢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 他也不会呢 令法 他是很愿意 但是他也不会因此而傲慢 好 那再来第四个叫做 指示后友 再来第五段 叫做练德理词 所以善财童子呢 他在修学的过程中 大概就有这五个阶段 一个见面 一定要有基本的利益 然后后面 最重要的就是 你怎么去学习这个法门 所以他到了 这个海床比丘这个地方呢 他就开始 就来先观察 前面这个解脱长者 教他的这些方法 他就把他 重新再复习一遍 好 复习了之后呢 渐渐的就来到了 这个摩利前罗聚落了 周遍求密 海床比丘 结果就看到 海床比丘在做什么 在这个路边 在路边打坐入定 这打坐入定啊 我们只有看到一个人 在入定 但是这个海床比丘的定 还不是简单的定 因为他在入定的同时 我们看起来是一个静态的 他同时还有 什么 在视像上看到这个人 他在修三昧 但是这个三昧呢 不是枯干的三昧 不是枯木禅 也不是 就是只有静态的三昧 而是体用无碍 我们知道 华言法界 有四种无碍的法界 第一个叫做 视无碍 再来就 理无碍 理事无碍 最后事事无碍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 不可思议的境界 跟我们平常只有看一个像 不同 像中还有变化 所以他在这边呢 就展现了千百亿化身 所以看起来是 身安不动啊 离出入席 无别思觉 身安不动 他的身是端坐不动 但是他的心 没有因此 就变得死水 他是非常活泼的 但是虽然有千百亿的变化 他的内在呢 还是三昧 是不是 他的本体是三昧 还是寄染不动 体用不动 所以身安不动之后 他开始的变化 从他的脚下呢 就有无数的长者居士 婆罗门众变化而出 长者居士婆罗门众做什么 来供养 然后准备种种的生计 准备种种的供据 然后最重要的 还在他的生活当中 各行各业 在他的生活领域 随缘度化 所以呢 这个 救赦一切众生 安慰一切众生 乃至于呢 另一切众生呢 能够得到这些 所有的供养具 资生之具 受用 离苦得乐 所以呢 从脚下呢 就是等于代表什么 代表脚踏实地 与民同悲 同养 所以呢 这是 这个是第一个因缘 好 第二个呢 他从他的两膝 就变现出 无数的 差地利 婆罗门众 这差地利 婆罗门 就王族 王族 是有权势者 有种种的 什么 大威德 所以呢 这个 差地利 这一类的众生呢 他就开始呢 去怎样 看不同的需求 而给予不同的 这是叫做社会福利 就是 这个社会需要什么 他就在这个变化当中呢 就满足众生的需求 而且最重要的 还为他开示佛法 为一些众生 开示佛法 好 再来 从腰间 出现 无限仙人 这仙人就度仙人 是不是 仙人就度同类的 我们通常都是 道不同 不相为谋 所以菩萨要度我们 就要跟我们 是什么 同道中人 同道中人 就比较感觉 有一种正同感 然后大家都 不会有这种距离 而且呢 思想都相同 一致 就很好沟通 所以这时候呢 要度化仙人的时候 就要献出仙人身 所以这是很典型 应以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所以要投众生的 根性之需求 而显现不同的变化 所以令其次第 令其次第 各修其业 所以这是 这个 这个 这个海床比丘 他虽然是比丘身 可是他是 跟观世音菩萨 很像 他的各个身的 不同的部位 都可以变现出 不同的 无量的众生 来度化 好 那 从其两斜 是 出现什么 龙王 龙女 种种的神变 所以龙代表的是 一种神变 变化 那他可以变化什么 变化云 所以 龙心雨 雨水 所以雨由龙 的变化 所做 所以他就变现了 种种的云 而来 怎样 来供养 诸佛 然后让众生 欢喜 好 那再来呢 从胸前的万字 出无数的 阿修罗王 阿修罗 非常擅长 打仗 这个打仗了之后呢 谁会害怕 打仗的 这个 我们都不喜欢打仗 所以我们就不会去惹 这个阿修罗 天人也不喜欢打仗 所以每次阿修罗呢 看这个天人 不顺眼的时候 天人每次都 赶快躲起来 躲到 佛陀的 这个怀抱当中 他就会念 摩赫波罗蜜 来躲避 这个阿修罗的 这个攻击 但是魔呢 诶 这魔啊 就很需要 由阿修罗来制服他 所以呢 这个 当这个阿修罗王 出现的时候 诸魔兵重 无不摧拂 诸魔光明 无不隐蔽 就不会有这么多的 这个魔子魔孙 魔君 干扰这个世间 所以这个就是 这阿修罗王的一个功德 好 再来就下一个 从背上 出现了 声闻 原诀 声闻读绝众 为什么有声闻读绝众 表示 有这一类的众生 应该要听闻 二帝的法门 二圣的法门 而得度 那声闻 讲什么 讲 无常 苦 空 无我 所以他就讲说 执着我的 就说无我 执着常的 说一切无常 有贪的 就说不敬观 有称恨心的 说紫悲观 有鱼痴心的 就说缘起观 这些都是呢 声闻的教法 让我们可以离开这些烦恼心 所以这个二圣的法呢 有他的度化的因缘 所以这个海床比丘呢 他就从他的背上 可以变现这个二圣 来度化一切众生 好 再来呢 从两间 就出无数的夜叉 夺叉 天龙夜叉 这个夜叉呢 是负责保护这个世间 保护世间做什么 希望这个世间 愿诸世间常安逸 无边福至利群生 他在护持世间 希望能够远离 所有的灾难 所以我们说 这个时代呢 越来越多的灾难 天灾人祸 有鸡井 急疫灾 有疾病 然后有什么 鸡井 就是有饥荒 乃至于呢 有刀兵 就是有战争 那这些都是不好的 就是这个对众生呢 带来很大困扰的 这种灾难 所以这些阿修罗王 天龙八部 这些鬼神众 全部呢 都是来保护这个世间的 那这是从两间变现出来的 护法 从肚子呢 就出现什么 出现 井纳罗王跟前踏婆王 这叫歌舞生平 所以呢 他们就唱歌 唱歌呢 唱什么 不是唱流行歌 他们唱 唱 赞颂三宝 让大众发菩提心 所以他们是赞颂 泛乐 泛音 那从这个赞颂当中呢 就有的人很喜欢听歌嘛 喜欢看这个跳舞啊 结果就可以因此而学习佛法 所以这里面呢 就开示演说 发生一切诸善跟门 所以这边呢 这就是从肚子里面 就跑出这些 唱歌跳舞的乐队 好 再来从脸部呢 就有出现无数的转轮圣王 这转轮圣王做什么呢 转轮圣王统一这个世界 安定这个世界 然后能够以威德来治理这个国土 所以呢 他就七宝巨竹 四兵围绕 不失种种的贫乏之人 不失种种的 这些需要的 这个所有的苦难 所以这也是 这个转轮圣王的功德 好 再来呢 在下面 这个继续在 除了不失财宝之外 还会说法 还有说法 好 所以这是从 这个转轮圣王这个地方 接下来两个眼睛 出现无数的日轮 就太阳 太阳照耀一切 照耀的地方 全部都 另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这是日轮的功德 好 再来呢 从每一间白豪相关 出现无数的天众 就是第四天 第四天 就是有 什么 在这个虚明山上呢 是有福报的 所以就劝大众要修福报 那除了修福报 还要常常 熏修佛法 所以这是 这个第四天的部分 再来从额头 出无量的梵天 梵天呢 就要讲 佛的世间上的 这个 梵天要做什么 梵天就是 在印度的思想当中呢 是创造这个世界 的世界主 但是这个世界呢 其实 对他来讲 出禅以下 就是全世界的概念 那梵天之上 其实还有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还有二禅 还有三禅 但是对他来讲 他出禅下面 管的这个世界 已经够大了 他已经可以 掌握这个世界的生死 那他 他要怎么样 照顾这个世界的子民呢 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他们 通通都来 听闻佛法 这样子 还 这些子民就 自然就会 讲性修目 然后自然就会 遵守 这个世间的道理 所以呢 他说要怎样 要请佛 所以大梵天王 在当时 释迦摩尼佛 承道的时候 是第一个 来见佛 请转法轮 请转法轮 就是希望呢 佛陀在这个世间 能够弘扬佛法 留下教法 让一切众生呢 都可以 从愚痴的境界 而得到了智慧 那一般的众生 他没有接触佛法 他不知道他有需求 他也不知道佛法 有什么用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就是 从其而上 出无数百千亿 犯天 那色相端言 世间无比 威夷极境 言音美妙 而且要劝佛说法 探佛功德 那 请佛说法 可是没有人来听 是不是 为什么没有人来听 因为他们不知道 听佛法有什么好处 所以当我们 请佛陀说法 我们还要怎样 还要鼓励大众来 听闻佛法 那这样子 佛陀说的法 就可以真正的 达到效果 所以要探佛功德 令诸菩萨 皆生欢喜 所以听闻佛法呢 听到后来 可能刚开始 我们不知道在听什么 也不知道听了 有没有什么用 因为都没有机会接触 所以像我们现在在读 听华严经 这以前从来没有听过 华严经 突然一下听华严经 不知道头 不知道尾 然后要送华严经 也不知道自己 到底能不能够送得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菩萨 它是在这个两年前 我们就开始要印这个华严经 来读 那印这个华严经 要读啊 华严经有八十卷 你要什么时候才读得完 一听就觉得 好像不太可能办得到 那我们法师总是要鼓励 大家读经 所以我们就创了一个群组 其实目标呢 是希望大家就是 不是读乐乐 还要与众乐乐 对不对 一个人读经 还要大家一起读 结果呢 我们到现在 这群组有一年多 两年 那树林每次都在那边算 每天也只有十几个人在回报 其实有很多人没有回报 他就默默在读 那我刚好前几天碰到那个 读五十几遍的那一位菩萨 我说哇 你这个你是读的最多的 第一名的 他说他当初也觉得很困难 我真的办得到吗 我应该办不到 可是他为什么会读呢 因为呢 他就想说 我这一生即使没有办法读这么多 我至少要读一遍嘛 是不是 师父这样子讲 好我看师父呢 很辛苦都没有人响应 那我来帮忙响应一下好了 所以他就读了 他就说好我要来发心读一遍 然后师父在鼓励大家 就是一天只要读一卷嘛 他刚开始读一卷 读了一个多小时都读不完 说哦 真的好辛苦哦 很难读这样 那很难读 结果有他的朋友 懒惰修行 看到他在读 他说那你也帮我读一本 懒惰修行 他就想说哎呀 好吧 那他人就很好啊 我没有办法帮我的朋友 我可以帮他读一本 结果呢 得寸进尺 他说你除了帮我读 你也帮我的爸爸妈妈读 所以他就一下子呢 就有三个功课 三个人要请他带读这样 他就说那我自己读 我自己的爸爸妈妈都没有读 那我也帮我爸爸妈妈读 然后又帮别人的爸爸妈妈读 所以一下子呢 就有了六本 六部的压力 然后刚好呢 师父就讲啊 他说既然这样 我们就来发愿 我们这一生 如果一天读一卷 一年就可以读四部半 是不是四部半 那我们就休息一哥 这个十几天 所以中间难免有时候 没有办法读嘛 那一年如果有四部 二十五年就有一百部 是不是 那我们这一生可以读一百部华言 你想想看那是一个什么境界 叫做不可思议 是不是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这一生还可以读一百部 一听到就是直接会三个字 叫做不可能 对不对 是怎么有可能 那结果他就 就傻傻的就听 松松松松到现在 已经读五十几部了 快要一百部 也没有过二十五年 就是两年 因为他觉得他应该不会活那么久 所以他要认真一点读 结果呢 现在以前是一卷 读一个多小时都读不完 现在是一个小时可以读三卷 速度变很多 而且很奇怪 就读前面那一句呢 后面会自己跑出来 就是有一定的熟悉度了 那所以这个读经呢 其实它就变成一种习惯 那读了这个字句啊 会自然内化 自然内化 他现在讲话呢 谈吐都佛言佛语 我们有一个居士是这个 那个基督徒 他以前是基督徒啊 他基督徒呢 他的这个妈妈 还有太太 太太是学佛 那太太学佛呢 他是觉得没关系 反正宗教都是好的 所以一心呢 也是对 就护持他的夫人 那结果他的妈妈 生病 生病 生病的时候呢 说医生说那个脚 已经不能用了 整个肿起来 青紫色 青紫色 然后哇 那个医生说要截肢 他是非常孝顺的孩子 他说我不太可能 我怎么有可能去签一个 让医生截肢的这个同意书 我不要 就逃走了 他在大陆工作 就赶快 就逃回大陆去工作 那结果呢 刚好呢 这个 我们师父啊 就是那个禅院师父 还有前一阵子 我去上海 所以我们师父呢 就组织了一个团 邀请他们去参访 那个林山大佛 就是一个道场 那一个 一个佛教的园区 那结果他们就去参访 他就跟着朋友 一起去 一起去那个林山大佛 他就在看啊 他是基督徒 他也不信这一套 是不是 什么佛 是不错 可是他也不要信 但是因为他心里面呢 就挂爱着他的妈妈 哎呀 这个病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呢 就人到这个时候呢 都姑且一世嘛 所以呢 他就在这个 林山大佛的 每一个园区 每一尊佛的前面 只要看到那个功德乡 以前是 就是去看看而已 现在呢 突然呢 就每个功德乡呢 就很虔诚的 投入 这个供养 他说我帮妈妈供养 那可不可以 看看有什么方法 帮助我的母亲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帮她 我不可能叫她皆知 不知道怎么帮忙 他就投了之后 很虔诚的祷告 那他用那个 基督教祷告的方式 跟菩萨讲话 好那 哎 结果就回城的路上 睡着了 在这个 浏览车上睡着 突然呢 就听到了一个 很大的声音 很大的声音呢 哎 叫你妈妈 念大悲咒 哎 突然醒过来 就看到一个 白衣服的 白衣服 有可能是谁 可是鬼也是白衣服 我们也不知道 大概就是 可能是 观世音菩萨 大概可能 但是说要念大悲咒 他什么叫做大悲咒 基督徒 怎么知道大悲咒 是不是 所以呢 他就问问问问问 人家就有一个人 就教他 大悲咒 他就说 我要叫我妈妈念 那我自己要先念啊 是不是 我们常常都是 叫人家念很容易嘛 快点啦 你自己念念看 是不是 所以他就自己 就发愿开始学 哦 很困难 因为大悲咒很难念 对那个聪明的人 你叫他读华言经 读楞言经都容易 念咒语就卡关 然后等一下念不出来 不会念 好 那 这个 他就一字一句 用罗马拼音 在这边念念念 他为了要念那个大悲咒 一个礼拜唸了五百遍 然后念念念念念到很熟 念到快要快要背起来了 我们佛教徒有的都还不会背 人家基督徒都背起来了 好 他又背起来了 就背起来之后呢 他就做了一个PPT 用那个iPad做一个PPT 然后呢 他就把它录起来 放在他妈妈的床头 让他妈妈听 然后读学 你看这么 这么孝顺 也很善用那个科技 结果呢 他在回来看母亲的时候 兄弟姐妹都一起来看妈妈 他就说 哎呀 妈妈来 你的脚 因为脚已经很严重 所以他回来都会帮妈妈按摩 我来帮你按摩 你脚放我的脚上 我就帮你按摩 一边按摩一边按摩 奇怪 为什么 这个地上都是屑屑 怎么都是屑屑 他说 怎么会这样 就捡起来 哎 这是他妈妈的那个脚皮 哎 怎么黑黑的这个屑屑这样 他说 怎么脚皮掉这么多 就一看哦 他妈妈的脚 好像脱皮 好像那个蛇皮脱皮 他就从那个皮啊 就把它撕开 就这个紫色的皮呢 撕开之后呢 那里面竟然是像婴儿的那个皮肤 就像我们夹 夹掉了之后 那里面的这个脚呢 是像婴儿新生的那个皮一样 哎 是撕开之后 他的脚竟然是好的 不用截肢了 所以他当场呢 就是真的觉得 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这个不信佛的人 要让他看到这个事情 这个叫不可思议 他完全没有办法 想象 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改变 他唯一只有想到 就是有人叫他念大悲咒 然后呢 他真的去念了大悲咒 然后念完大悲咒之后 哎 你说刚好凑巧吗 的确是凑巧 怎么巧得这么刚好 是不是 念完他的脚是这样 那你要不要念 我不信这一套 可以啊 继续烂啊 你姑且一试 竟然这么好 你看不用截肢 所以要信还是不要信 所以呢 哎 到底要不要信 这件事情 有时候 有时候就是一念 你姑且一信 即使没有什么效果 也没有损失啊 是不是 就是没有损失啊 那我们念念看啊 在念的过程当中 你才会打开你的视野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种经验 那没有接触 你不知道 后来呢 他就读 开始读华严精 我们现在上海的居士 开始流行华严精 大家就是 因为我们刚开始 华严精要寄过去 不容易 都是要人 慢慢扛过去 他是不能寄送的 在中国大陆 没有那么方便 都要审批 要核准才可以 那我们在这个 他就读 就是少数的那几套 自己呢 留在那个地方 本来我们是要 就是在这个 慢慢存存存存 存到一定的量 在供养到场 结果呢 我们居士呢 帮忙扛过去 看到华严精 那么庄严 就想说 我也要请一步 所以有几位居士呢 就请了几套华严精 那既然请了 越看越漂亮 就来念念看 对不对 就念了之后呢 发现 哎哟 好像华严精 真的不错 所以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就有一个 念经的团体发生了 那我们这个居士呢 他就来一念华严精 他发现 这个一定是 他以前有念过 因为非常顺 他以前是读科学的 所以他就寄了一个 视频给师傅 他说华严精 里面讲的境界 根本就跟他学到 那个量子力学 量子纠缠的 那整个 整个这个理论呢 是不谋而合的 他说佛陀又没有 学科学 他为什么知道 那他是因为学科学 在读华严精的时候 他发现 这是非常相应 可是以前 他从来没有想过 在他的人生当中 会有一部华严精 他根本不知道 但是经过了这些累积 然后经过这些 这个历程 慢慢慢慢想说 要深入精障 怎么样深入精障 一步精 一步精 一步精的接触 他才知道 原来 他的素式的 八式田种子当中 一定曾经有修行过 否则怎么会 第一次念 就这么熟悉 有这么的了解 而且 你看我们在前面 读华严精读半天 都不知道 辅助在说 有没有 境界很高 有时候佛陀讲的 那个境界飞来飞去 怎么他方世界 可是对他来讲 他觉得 这个是很正常的 他很能够理解 所以我们可能对 有的人对地狱 因果 不一定能够理解 可是对于这种 不思议的境界 对这种宇宙的结构 对这个世界的众生像 他在某一些层面当中 他反而很能够了解 佛陀在说的那个世界观 所以佛教讲的内容 他不只是狭隘的个人主义 或者是个人的见解 他是从宏观的角度 看这个世界 但是他也有围观的角度 看个人的生命历程 所以你会在佛法里面 只要你学的够多 你会找到各取所需的法门 是不是 这个法听的不相应 还会有其他的 一定会有自己 很相应的法门 所以在这边 你看 这个 这海床比秀 他要怎么度众生 他就是什么 头啊 鼻子啦 嘴巴啦 然后从什么什么 脚啦 手啦 然后摆好相关 都献出千百亿 我就不相信 这里面的菩萨 没有一个 能够度的动你 是不是 有些人说 哦 我就TK也哦 但是呢 TK的人 一定有他得度的因缘 没有人不能得度 只是他还没有碰到 他得度的因缘而已 所以这边呢 海床比秀 他表现出来的 就是这种千百亿化身 这怎么得到呢 就是在三昧的境界当中 他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这样子的化身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一段都是在讲 你看 他是种种的肢体 都能够有千百亿化身 然后最后呢 他说 其身 一切毛孔 放一切的光明 普照这个世界 普照这个法界 好 圣才同志 看到这个情境 就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进入了 那个不可思议的境界 一个人在修禅定 禅定功身 看着他的人 也会进入他的 那个禅定的境界 是不是 那一个人很散乱 你常常跟他在一起 你也会变得很散乱 一个人很笨 久了 你跟他在一起会怎样 也会被他感染 对不对 不要敢怀 自己本来就很笨 还要说都是你 害我变得很笨 那一个人呢 很精进 你跟他常常在一起 也会变得很精进 所以这个善才同志呢 他在见到海床比丘的时候 他就一心一意呢 就在观察这个海床比丘 在思维他的修行 所以他说 金一日一夜 乃至金鱼 七日七夜 半月一月 乃至六月 又过了六天 所以他 看一个人在那边入定 我们通常呢 看五分钟就再见了 对不对 就走了 他就在那边看看 看他的这个入定 在这个三昧当中 有这么多不可思议的神变 好 那接着 好 是啊 对 对 他在入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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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个 这个三昧 三昧有很多种 他的三昧不是只有 纯粹不动的这个三昧 他是体用一如的三昧 所以在 我们常常对于三昧 有一种想法就是 他是不动的 其实他不动当中 他还有千百亿的变化 所以体 无碍 用无碍 好 所以这个 理事无碍 好 那 如果 善财同志 他没有进入这个阶段 因为这个阶段叫正心住 好 如果他的这个修炼 没有到 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他其实是不能够 看得到 好 是我们讲 名相上讲 叫做看得到 其实不叫做看得到 是他的心 是跟他是同一个层次 同一个境界 他才有办法 去相应到 这样子的境界 那我们对一般人来讲 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打坐 就是打坐的境界而已 就只有看到像 可是因为 圣财同志 他在修炼的 这个参访的过程 他的心是一步一步的 跟着过来 所以为什么 我们会说 十住品的时候 我们会 每一住 我们就直接 这个继位修行 直接串联到 现在这个阶段 因为 圣财同志 他如果没有到了 这个同样的层次 他其实是不能够 不能够在这个境界当中 可以观察到这么多的 千百亿的变化 那这个下一品也会 就是下一品的这个修舍 幽伯仪 他就有提到 他说如果你没有具备 有跟我一样的功德的时候 你是根本连见我都见不到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有四项上的像 看起来是在入三昧 但是他真的 就的确是这样子 就是他是 能够器物他的法身 是法身相应 才能够 可以看到这个千百亿化身 所以名相上看起来是 他看到他 我们都用看 但是看有层次 有肉眼 有天眼 有慧眼 有法眼 还有佛眼 所以善财同志 他也是在三昧的境界 的确是这样 所以很谢谢 所以我们知道说 你有同样的境界 你才有办法 叫做英雄所见略童 你才能够知道 那个情境是什么 好那海床比丘呢 接下来 就从三昧而出 善财同志就要误问题了 那其实如果就善财同志来讲 他可以不用问问题 他就已经能够理解 但是为什么他还是要问 他不是 不只是为自己而问 是不是 他是 我们虽然 善财同志有同样的理解 以他的这种三昧力 他还需要问吗 他已经直接就以心相应 就是以心应心 所以他为什么还是要谈 海床比丘 为什么还是要从三昧而出 就是菩萨的从体 而用 体而用 那必须要怎样 要有语言的这个方便 来让一切众生了解这个法门 所以这个境界是不可说 但是不妨碍 他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来描述 但是描述这个境界 他也是很有限的 因为他只能告诉你说 大概有哪一些像 所以这个语言文字呢 其实他的确是 可以表现出某一种境界 但是他也会 在这个语言文字当中 有很多意识思维 不能够 不能够表达的 这个意会的境界 所以呢 善财同志他就说 善哉 圣者稀有奇特 此三昧最为圣生 这个三昧的境界 这么的殊胜 能够利益除灭众生无量苦 那如果是这样 那可不可以跟我介绍一下 这个三昧的书圣 到底是什么 所以他下面呢 就在讲说 这些三昧呢 其实入了这个三昧 有这么多的功能 有这么多的功能 好 那圣者此三昧者 云为何等 等叫做什么名字 是什么三昧 你怎么可以出现 这么厉害的这种 三昧的境界 他说这个三昧呢 叫做蒲言舍得三昧 又名般若波罗蜜 境界 清净光明 又名蒲庄言清净门 是不是 所以这是 他就想说 其实这三昧不是只是 普通的定而已 我们一般听到三昧 可能就想说 就是入定 其实这个定当中呢 有智慧 这个智慧当中呢 是无碍的智慧 无碍的境界 所以他讲说 蒲庄言清净门 所以这是这个 海床比丘 对扇财董子的 一个回应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下礼拜 再继续看 后面的开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来到 见到海床比丘的时候 海床比丘 要准备 要教他 这个三昧法门 所以先 让这个扇财董子 看到 这整个三昧的 不可思议 那接下来 他在学习 这个三昧的时候呢 就可以知道说 你看 这跟一般的 三昧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 在下礼拜 再继续把 海床比丘的后半段 把它看完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先到这里 愿我无敌意 无危险 愿我无精神的痛苦 愿我无身体的痛苦 愿我保持快乐 愿我的父母亲 我的导师 亲戚和朋友 我的同修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寺院的 所有修缠者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寺院的 比丘 比丘尼 沙咪 沙咪尼 善男子 善女人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四肢聚得 不施主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的护法神 在这寺院的 在这住所的 在这范围的 愿所有的护法神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 一切活着的众生 一切有形体的众生 一切有名相的众生 一切有身躯的众生 所有圣者 所有非圣者 所有天神 所有人类 所有苦道中的众生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脱离痛苦 愿他们不失去 正当途径所获取的一切 愿他们依据 个人所造的因果而受生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陆地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水中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水中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回向功德 愿此功德众善根 累世冤亲同参恩 由私解脱诸苦恼 共振菩提度有情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